第五項線我們這次的特色 是以五個貨櫃來組成11個不同創意發想的一種創意產業的形式 那麼我們希望觀眾能夠透過這種進出貨櫃之間的一個行為互動的一種模式 可以發生了一種有趣的一種現象 能夠以我們的觀點來描繪花園這些事情 然後讓更多人看見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這樣子在看世界的過程中 我們都是用不同的角度 那那個不同的角度 如果你把它量化成數學的話 那就是項線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自己自創一個定義 第五項線的定義 大家能透過這個燈 把這個燈批育成窗化 然後透過這個燈可以看到 關於石材廢角要背後所發生的問題 就是想說 找一下這塊石頭部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後來我們發現它照光的時候 有獨特的透光性 然後又很好看 那我們就一直在思考說 怎樣可以透過那個畢業製作呢 讓我們喜歡的工藝及音樂做一個結合 這樣子 最後呢就選定說覺得 木工跟打擊樂器是一個滿不錯的結合方式 我們就是一個海島國家 但是我們對海的了解好像不是那麼的深 或是很多人根本不願意去了解這個圍繞在我們周圍的這個母親 過程 我們就是其實都是用鏡頭在記錄 對我們來說有意義的場景或者是故事 就是好好把它記錄一下 就是冰河時期 算蠻完全的代表我們對現在這個階段的自我的難度 對我們是想要贏到一種迷宮的感覺 成長就像是在一個大迷宮裡面 然後你不慣得去尋找出路 然後你可能找到的東西可能是好是壞 然後你會得到一個結果這樣子 我們覺得台灣的體育環境是 比較少被大家所裝置 對我們這部紀錄片來講 我們這樣做如果 就是剛好有讓選手他們被認同 所以我們來就是還蠻重要的一個點 我對這社會做出一個小小小小的音響力戰 對我們這部紀錄片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這裡有市集 這裡有展覽 就是大家在看展的時候不會那麼的嚴肅 會想說這個是藝術展 要很緊張 或者是要比較嚴肅的態度看展 大家比較用放開性的態度 來看待這個畢業展 那我想我們這次期待 透過這次展覽 能夠以產觀學合作的方式 來展現藝術文化創意產業 在花蓮發展的可能性 請看靠岐 作詞